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翻就是合體之力 但官方還沒有給他訂定一個正式的中文翻譯 所以我們今天這集節目就還是以Combiner Force來稱呼這個系列 到時候等到官方有給他一個正式的中文翻譯的時候 我們到時候再分享這個系列的其他產品的時候 再和各位以官方訂定的正式中文翻譯來稱呼這個系列 那總而言之今天這集節目就還是以Combiner Force 這個英文的一個系列名稱來和各位介紹眼前的這款玩具 那今天和各位分享這款玩具呢 也就是這個系列所推出的World Class Blur 就是W級的囉嗦或者是翻譯叫做布朗吧 那我們就首先先和各位來看一下外包裝盒的部分吧 外包裝盒的話呢 這次嘿嘿 它是有就不同系列嘛 應該也不能講不同系列 就是這個系列再去分叉 所以這次的話呢 這個Combiner Force就是 Robot in Disguise這個系列分叉下去的這個Combiner Force 系列的話呢它的盒子的部分 外包裝盒的部分有在做一個更新 對它是有一個算是變動 比之前的一個變動來的大一點 對先講一下 這個是最早期Robot in Disguise系列的一個盒子 那我們拿出這個Megatronus的盒子來和各位做一個展示 對這是最早最原始的 那我覺得其實我個人啦 這樣子一路看來我 我是覺得說我比較喜歡這個最原始 就是比較樸素一點 那也不能講說造型我比較喜歡 只是說我比較喜歡這個色調 這個色調我比較喜歡 那黃色綠色的話我會覺得比較怪一點 我覺得藍色還是比較正常 對 但就單純講盒子 不管它有一個配色的話呢 這次新的Combiner Force的話呢 算是砲殼方面是最有設計感的 那吊卡都是一樣的造型啦 所以沒有什麼 但有邊邊角角有稍微修改 不過就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差異性 對 這是最早的時候RID系列的盒子 那再來我們看到這個是中間時期 我們拿出Bisk 這個是很難找到的龍俠 那價位上的話之前炒得很貴 現在的話應該是有稍微掉價了 對 那OK 這個魔具值得手值得手 但 就當時的話 因為有一個minicon 就是進來 就是有新的一個 這個C裡有推出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 所謂的這個minicon 對 微型金剛 那就是 可以變成一些武器啦 有都沒有的東西 所以核子的部分就變了 對這個變得也 嗯 我是覺得說 也沒有必要去變啦 雖然加進這個minicon的部分 不過我是覺得說 嗯 也 不是很需要去給它 弄成一個全新的一個配色的盒子啦 那整體來講的話 它其實後面看起來是差不了多少 對 但前面的話就是多了這些有的沒有的綠色的東西 我覺得沒有必要的東西啦 不過官方就是 就是給它 設計成這樣吧 OK 好 最後的話就是這個 這次這個 全新的Combiner Force 它就給它設計成這樣 那 最大的一個變動 最大的一個砲殼的部分 上面有一些浮凸的 嗯 六邊形 六角形的一個造型 對這個有點像蜂窩狀的一個設計 我覺得 挺不錯看的 對 那這邊的話是有給它修下了一個 兩側都有修一個三角形 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系列 的一個 嗯 應該不是這樣講 來看一下這個blur 這個系列blur的一個外包裝的部分 首先這裡 因為我沒有看動畫片 所以我不太清楚說blur 到底有沒有出現在這個 robot in disguise這個動畫片裡頭 對 不過就玩具 嗯 有推出了 所以我們就讓各位來 介紹一下吧 那其實我當初是 要去買這個 下面這裡的這個 一個 sound wave 一樣是 combiner force 這個系列的 不過找遍了各處 對 台南的各處 因為我住台南嘛 不太可能為了一個 sound wave 跑到別的縣市去 所以就台南裡面找 我去了 星光 西門店 中三點都去了 遠百去了 然後南方也去了 南方的翻總城也去了 就真的是 找不到 然後一些 就是 轉什麼概念館 也去問了 然後 一些 就是巷子裡面的玩具店 也去問了 對 就真的還是 找不到這款 sound wave 的一個下落 完全找不到 網拍上目前來講 也還沒有進 對還沒有進 如果沒記錯 應該是3月31號上架了吧 這一題詞的玩具 應該是 對 那blur的話 是跟這個 sound wave 同一題詞 不過因為 sound wave 的話呢 它的一個配相率 算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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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當時的這個 BISC 對 這隻龍蝦 所以一樣是 配相率超級低 到現在還是看不太到 它的一個聰明 對 就我很怕到說 sound wave 就真的是像BISC一樣 就是 呃 剛發售的時候 去百貨公司找不到 但過了很久之後 去百貨公司還是找不到 對 就是 真的是 就是 注定買不到 可是我還是買到了 對 當時的話 我們還上面很幸運的 找到了一位賣家 雖然賣的有點貴 不過我還可以接受吧 這次的話 這款玩具是去星光買的 當然我不是用原價買 是有打折啦 就打折或是850 580塊 講錯了 不好意思 580塊 對 原價就是649吧 那我們就用580買到 不錯 是感覺上 有點小貴 因為這款玩具的話 我玩起來是說 變形還好 人形還好 鋪裝算蠻素的 不過來車型下來算正點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價位是 個人覺得 個人 玩完把玩後的一個心得 我覺得這個580塊 可能有點偏貴 所以如果你要買這款 blur blur 蛇頭大姐 blur的話呢 建議各位可以再稍微等候一下 就不用那麼早 急著去買它 對 那我是因為沒有買到 Sandroid非常的 也沒有到非常 就是有點小傷心小難過 所以就想說 買一個這個blur 來墊著玩玩看吧 對 好啦 那就成為我的一個第一款 Combiner Force的玩具 那基本上 盒子大概就這樣吧 插圖 robot in disguise Transformers 白底紅色字樣 車型態下一個關注 blur Combiner Force 適合六歲 一樣的熊大寶 就沒有Case for real 下方的話就是廣告 這個的話 我去各大百貨公司 各大玩具 也沒有到各大玩具店 就一些玩具店看的話呢 同一梯次的玩具的話 大部分幾乎全部都有 就是這款Sandroid 偏偏就都沒有 都沒有 還不是有幾間沒有是都沒有 所以代表這個玩具真的很正點 強烈推薦各位有看 就趕快 買起來 不過如果 你所在談的話 那就等於是 跟我搶了 沒有啊 好啦就是 這個Sandroid的話呢 我大概就 因為已經找很多地方了 找的有點辛苦 找的有點累 所以我到時候 等到網牌上面上架的時候 再和各位 就盡可能 去網牌上面買到 然後再韓國真相 這款Sandroid 這款的話是 一定要買到啊 對這個 必定要買到 不過 就 就 碰碰碰雲起吧 希望 但願如此 可以在網牌上面順利的被我找到 對 再往旁邊看的話 這邊就是 Wind Blade 跟這個Sky Wave 那兩款的話就是 風刃 那這個是戴口罩版的 有看到了 不過我覺得說我已經有一個原始的版本了 所以 不會很想要再買這個模具了 對 再來這個Sky Wave 這款呢 因為我自己有收一個 Toy's Frost鑑定的那個 Starscreen 不過 上次Combiner Force的話 也是又再 推出 重新包裝 又再推出了一次 那個 Toy's Frost鑑定的那款 Starscreen 所以那個 反抖神鑑定到底是鑑定的哪裡 其實也搞不太清楚 它的一個 鑑定的意義吧 所以就 就是這樣 那這個Sky Wave的話呢 當時我記得 應該是錄 Starscreen的那個 開箱的時候 有跟各位講說 我會再考慮看看說 到時候看大家的一個 就對這款玩具的一些 評價吧 文化的心得 我在考慮要不要買這款Sky Wave 對 那 當時是說 看看這款的 模具的關節 有沒有稍微改善 不過我現在應該是 不考慮 就是應該不買它了 為什麼呢 因為第五集的東西 我上一部影片有和各位講 我當時 我自己也這樣認為啦 因為我得到了錯誤的訊息 我以為 它的一個 美版的定價是跟第四集 差不了多少 不過錯了 對 經過網友的更正 欸 定價是799塊錢 一個Deluxe Class的玩具 所以現在的 嗯 荷包要省著點花 對這個 我們Sky Wave就先取消掉不買它 就盡量還是不要買同模款 因為到時候第五集如果要買的話 如果它的定價給我 漲成799塊的話呢 那我們現在就要努力存錢啦 對 好啦如果真的漲得那麼誇張 是 但是 到時候可能一些同模或改模的玩具 我可能要再給它取捨 就 精選幾隻來買 所以不然799塊 如果Deluxe Class是799塊定價 那更高階層的VGLG 要怎麼算 對照 好吧 大概就是這樣 下面就是這樣 嗯 好像扯得有點太久了 對 大概Blur 人形扯形態下的一貫圖 那這邊十一個步驟可以變成完成 這邊的話就再來一個說明書 遊戲的話呢 嗯 應該是有更新吧 照著名看來的話 跟之前 最早的這個APP 這個遊戲軟體是有 不一樣的 對 所以應該是中間有更新 不過 欸 我當時一開始有玩 然後角色最初的都玩起了 不過後來 嗯 就是一直加進一些有的沒有的 就是 當時加進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所以我就覺得很煩 不想玩了 對 所以就遊戲就刪了 因為剛好換手機啦 對 所以就乾脆就不再下載這個遊戲了 那 照這樣看來這個圖片的話 他應該是有更新 所以 好 一樣是沒有興趣 對 那如果各位有想玩的話 可以去 就往上面打 呃 可以去Play商店上面 就打變形金剛 應該就會出來了 對 那再來這邊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到玩具的本體吧 這款遊戲的話呢 其實人形態真的就是 我個人認為啦 美形度來講 我覺得是普通 對 現在就普通 呃 有一個地方特別扣分到 我覺得是他那個手臂 兩側這邊兩塊 太過於的一個巨大 而且他那個關節是在偏後 所以你 因為他變形所需啦 所以 前面這塊 這塊 應該就會有很明顯的一個 就是他一個手前面會多出很大一劫 對 你這樣如果把他手打 其實看起來 正面可能看起來還好 可是如果你從側面看 就會完全當住他的一個頭 但我知道你可以這樣啦 是 就真的是 有點卡 你看起來會有點機型吧 所以 就 就是這樣 我個人都會習慣就是 稍微 你把它往後這樣拉 然後 這個手 軸 二頭肌這一塊 轉一下 就這樣 可能會看起來啦 我個人認為 比較自然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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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他那個動作來講 比較自然 那就 很大的一個扣分點 我覺得 這個手臂就是 做的這個關節 如果他手這麼大就算了 擋住他的一個頭就算了 不過 他這個地方 就是他關節是 弄得有點太後面 我知道這個地方是因為 因為他變形所需 不過 就 你這邊 好歹給他設計一個關節 可以往後這樣刷嘛 好吧 就是 就已經設計成這樣了 這個 就比較可惜吧 這個手 當然你可以把它變成這樣 不過這樣也是還挺機型的 就是說 這個手的話呢 看起來 你如果正常白色的話 會看起來有點不太自然 所以 我就習慣把它往外拉 不過 因為他裡面整個就是白色 會看起來有點瘦 所以 就 看你兩者去取捨吧 就看你是要動作 不自然 還是說你要 就是讓他 裡面不該露的地方露出來 就 兩者去做一個取捨吧 那 OK 魔鬼是普通 可動方面的話 就是基本的 對現在官方玩具 基本的一個可動 對 頭部的話就是一個球型關節 這裡的話球型關節 二頭肌可以轉動 肘部彎曲基本的一個90度 腰沒有可動 這 現在官方的玩具 腰不能轉正常 對 然後 腳這邊球型關節往後 往前 都OK 膝蓋彎曲的話 可以超過90度 一點點 然後這個地方腳本 可以這樣收 往前也是OK的 但他沒有一個接地關節啦 不過這樣前後接地 是沒有問題的 那他這裡的話 有一個關節就是變形所需 所以我們不把它歸類 為一個可動的部分 對 好這裡的話呢 很明顯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車頭的部分 不過這款玩具的話呢 因為他的一個 不管人型態 車型態都是還蠻卡通化的 所以 欸 這裡放車頭 然後這個是他的一個 車頭燈 其實不會說 看起來很糟糕 對 不會看起來很奇怪 就還是 挺正常的 對 機器人的腳 這樣看起來是蠻正常 不會說特別難看 對 就是這樣 但是兩隻腳合併 就是變成車頭 就引擎乾了 對 那再來的話 背包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還蠻 就是 雖然它就是一片擋風玻璃 就是 不過這個 好像無龜殼沒有錯啦 不過它這個 並不大 然後看起來也不會說很 奇葩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對它來講還挺合適的 對 然後也沒有 就這龜殼 算是龜殼吧 不過就真的沒有達到 那種無法忍受的範圍 所以它這個大小 我覺得 這樣子的一個龜殼 背包我還可以 還可以解手 還可以理解 對 那這裡的話一樣是有一個 就是遊戲用的一個 掃描貼紙 對 我是不會再玩這個遊戲了 對 因為這個遊戲玩一玩 大概就是那樣了 所以也沒有特別想玩 好 那在這邊的話呢 這個 地方是它一個 擾流液的部分 對 那這塊是有上金屬漆 非常漂亮 這個藍 很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那其他部分的話 這種地方當然我知道是上漆的 不過 腳感是還挺重的 對 所以 就比較奇怪吧 雖然它這裡應該是上漆的 不過還是腳感很重 對 那就是這樣了 再來什麼 呼吸這塊貌似可以動 其實也沒有貌似可以動 只是說 因為它有點往後 這塊呼吸 所以會感覺好像應該是可以搬出來 不過它是不能搬的 所以這一塊 有點奇葩 對 那這裡的話是金屬漆 一樣是藍色金屬漆 這裡也是 這裡也是 對 就是跟這個擾流一模一樣的藍色金屬漆 很漂亮 這個金屬漆我很喜歡 對 大概是這樣吧 它後面的話是空洞很明顯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不歸類為偷膠吧 就是空洞 因為它要收它一個腳步的一個部件 在變形的時候 那再來看看它的手 手的話 非常感動 雖然它這邊這個手 這裡的關節座太前面 感覺這樣 手折起來會有點奇葩 不過 至少它是沒有看不到任何偷膠 內側也是 下面也是 都看不到偷膠喔 對 就是完完整整的 一整塊我們從這邊看 它其實也不是整個包覆住 不是整個包覆住 它就是整塊的一個零件 並沒有任何偷膠 這一點是非常令人感動的 對 加上它也沒有一個到很明顯的門板手啦 對 這個手算是有 有被感動到吧 這個 膠的話 它這塊 就單就講這塊手 這個是用的非常非常扎實 對 很感動 很久沒有看到這種 完全 沒有任何 也不能講這樣 就是 很久沒有看到被人家的玩具 有完整 沒有偷膠 就是 整塊部件都是 紮紮實實的那種塑膠 對 很久沒看到了 尤其是官方的玩具 好啦 那我們來看看那個武器的部分 武器的話呢 是整個透明的 我不是說透明件不好 只是說 全透明我個人比較不喜歡 如果它是透明件 然後上面一些 零漆啦 或者是一些黑漆 就是一些 武器該有的顏色 顏色 去給它點綴上去的話 我會覺得還蠻好看的 對 透明件我不是不喜歡 只是整個透明的話 會感覺有一點點 個人的一個看法 會覺得有一點點 散 有一點點散 對 所以這個武器的話 我是不知道說這款武器 會不會出日版 那也不知道說日版 會不會改善這個武器 變成不是透明 或者是 不是全透明 我是不太清楚啦 所以那 這個藍的話是 就 淺藍色 它是跟這個 有點 藍 藍金色吧 它是跟這個 擁波林一模一樣的一個 透明塑膠件 大概就這樣 槍的話 這邊還有一個洞 這個洞的話 就可以在車型台下 安插這個洞 或者是你要扣在車頂 蓋上的一個洞 都可以在車型台下 去做一個外掛 好啦 那人型台下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變形 它的變形的話 就是非常基本 對 就變得很順啦 對 很流暢的變形 不過就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樂趣都在 就是 其實你不用 特別看說明書 就都可以知道 這個 玩具要怎麼變形 就是 變形步驟很簡單啦 這個真的是 完全就 很常見的這種變形 沒有到說 特別 有 很特別 就是沒有到特別值得買 沒有特別值得說 為了它的變形 去購買 誰購買去 那我的話是 衝著它這個 車型台下 加上 沒有買到Soundwave 有點心情低落 所以就 想說 反正有 所以就 就 就 就把它給買了 因為有會員卡 然後就 就把它給買了 剛好看到 剩最後一隻 對 那就 心情低落 就買了 好那這邊的話 然後劉翼可以先收起來 這個手這裡啦 因為它這個地方 這裡要跟手這邊扣 然後這裡又要跟這邊扣 所以它會有點 手這邊會變得有點卡 對 不過沒有關係 卡是正常的 你就稍微 稍微去給它調整一下 這邊要注意喔 你要先把這塊折進來 才能把這整片壓下來 如果你先壓下來 再折這片 它這裡會跟它的一個頭部 上面的造型去抵觸到 所以會 折不下來 不然就是 兩側的話 其中一邊會受傷 對 好啦 就要先折進來再整個蓋下來 OK 這款劇的話 它這個人形態下的一個 眼部的透光性 非常非常的佳 這一點 剛好忘了提 對 就這邊再做一個補充 好 這裡的話就 扣起來 扣起來 說卡也沒有到很卡吧 就是 微卡微卡 對 好啦 稍微有一點點的 這裡手這邊跟這裡的一個卡 會稍微提出到 不然其他基本上都是變得很順暢 那變形也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直覺 非常非常的簡單 這款劇的話呢 它的一個變形人形其實都普通 然後塗裝也非常素 不過就是它的一個車型台下 我個人認為 非常非常正點 非常非常合我的胃口 這款劇的話呢 如果它的一個價錢 掉到三四百塊新台幣的話呢 我會覺得說物超所持 就是真的值得收 如果你就算為了 衝著它的一個車型台下去買它 我也覺得值得 對 那我個人的話以580塊去買它 我會覺得有點小貴吧 那如果你以原家六四九去買它的話呢 我會說 你神經病啊 武器外掛的部分呢 這邊兩個圖 看起來要插這個洞 這個洞還是這個洞 都是可惜的 都是ok的 看起來要插哪一個洞 就要插哪一個洞 好啦 對 那我個人的話 如果是拿到外掛 因為這款劇的話呢 我有嘗試過把這個槍塞到這裡面去 不過 是可以勉勉強強蓋起來 不過會有時候會不小心爆開 所以就不看各位在這邊做一個示範了 對 那是不正確的一個變形 不正確的一個收納 不要隨便這樣破壞玩具 對 那我個人的話會比較習慣 就給它插在 車子的一個右側 對 我覺得這樣子插會比較適合 如果你真的需要外掛的話 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外星 跟賽博坦星的一個類似 像是跑車還賽車之類的東西 所以它這邊側面掛一個槍 其實不會說到太奇怪 加上它又是透明的 也不會到很明顯 對 我覺得它這個外掛 其實重點是在 因為它不是地球上 現實生活中會有的車輛 所以 就怎麼外掛 其實我都覺得ok 對 可是如果是地球上會有的交通工具的話 如果要外掛 除非是軍事用的一些貨車卡 車裝甲車 不然我可能就比較難接受 就是一些武器的外掛 對 除非你是有可能是戰鬥機吧 下面掛一些 機關槍有的沒有東西 可能比較可以接受 對 不過就正常那種跑車 如果是地球上會有的交通工具的話 就我個人啦 比較沒辦法接受它的外掛 那這款就它那個外掛 我是覺得說 還算可以 還算不錯 還算可以給它掛上去 對 那車型台本的東西是 非常ok 那我本來以為 它這個輪胎是透明件 不過 它是一個塑膠成型色 對 深藍色的輪胎 塑膠成型色 這一點是蠻實望的 如果它這個輪胎換成這種透明件 我個人會覺得這款玩具會更加的一個 車型台下會更加的一個正點 不過其實你如果換成這種顏色的透明件 輪胎就不是很明顯了 對 不過不是很明顯 其實就是在賽博坦新的跑車 如果它輪胎 根本沒有輪胎 才更帥 對 好啦 大概就是這樣吧 這個 收型台下再給各位 是ok 我們拿出 剛好沒有收這個 剛好沒有把它收到櫃子裡頭去 這個的話是第三級的母 第四級衝突的飛輪 拿出來做一個比較 其實大小的話 還比這款飛輪稍微長一點 不過是比這款飛輪矮很多 好啦 大概是這樣 這個地方的話呢 擋波波裡面看的是非常非常清楚 這個量 支 大腿 對很清楚 不過我覺得是沒有到很奇葩 這邊還可以讓它一個擋波的部分 不會到很奇葩啦 不過還是看的到 可是還ok 還可以容忍 對好啦 在這邊這個 擾流翼就真的是很帥 不是說造型方面很帥 只是它就這個 金屬籃 漂亮 對這個音波的金屬籃 我在猜應該也是跟這個差不多吧 就是很漂亮的金屬籃 對 在側面那邊的話就沒有塗裝了 這個整個就是完全那個 超級速啊 ok 好啦 就藍色的一個車型吧 這邊的話 其實我覺得說 這裡給它有一個弧線 一個曲線可能會更加的一個好看 不過這樣已經算是挺正點了 對 下方的話收納也算還可以 對 大概 大概就這樣吧 後面的話呢 嗯 這個後 不是後照鏡 這個車尾單的話還是優給它做出來 不過就是很可惜 沒有任何的塗裝 這邊的話有排氣管的部分 也沒有塗裝 就很速啦 這款玩具的話呢 車型態下帥 人型態下普通 然後變形也是普通 對 剛剛好像講過了 不過再講一次 因為很重要 對 這個優關你到底要不要買 這款玩具的一個 就是 看你的一個審美觀吧 如果你覺得說 就是這個車真的很帥 跟我一樣覺得這個車真的很帥 然後塗裝啊變形啊人型就先不管它了 那你可以考慮出這款玩具 不過如果你很 很在乎在一個塗裝的部分的話 這款玩具你就可以完全的給它給pass過去 因為它是 就是 就是 象徵了現在官方的一個塗裝技術 也不能講塗裝技術 就是塗裝水準 就是一整個超級速 能不可以塗裝的地方 就不可以塗裝 這一點的話是 真的是令人發誓啦 對 那大概就是這樣吧 這個武器 也是可以插上面 給各位少爺做一個演示 插上面 並不會 比較好看 好受坦克嗎 太奇葩了 嘿嘿嘿 好啦大概就是 這個樣子 對 大概就是這樣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 祈禱 能夠收到 就是同一系列 Combined Force World Class的 Sound Rift 希望我能夠 早點收到那款玩具 再來早點和各位來分享 那款 Sound Rift 真的是非常非常正典的模具啊 那這款玩具的話呢 就是 單純啦 就是 看到那個車型態說 欸 帥喔 對就是去百貨公司看到說 這個車型態還蠻帥的 然後就 加上又沒有買到 Sound Rift 心情欲足 所以就 先買這個來衝衝機吧 呵呵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按個喜歡 想要看更多關於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再喜歡按個訂閱 那今天影片呢 就喜歡各位講話 就說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一集見囉 掰掰